從和歌山 你可以品嘗各種山珍海味 請大家來試這道鮮美的魚 在日本非常受到欢迎的拉面之中 和歌山拉面也榜上有名 木章寿司是由日本传统叶制的叶所包成 味道清真 而且和歌山还有很多美味的水果 和歌山有很多娱乐设施 都适合一家大小 这里还有可以与野生动物一起接触的探险大世界 和歌山马丽那城 杨逸柱地中海气息 奔楼着温暖黑潮的太平洋 那里蓝蓝的海水 拍着雪一样白的白奔海水浴场 在太平洋的中央观赏鲸鱼 又可以与宏伟的大自然 作亲密的接触 这一天一定会成为你珍贵的回忆 这里是人和自然亲密接触的王国 和歌山的每一道 都有新的冒险等着你 高野山是佛教盛行的山岳城市 在西历816年 弘法大师空海在海拔一千米的山上建造了这片修行之地 或者空海之所以选择这一道 就是因为被和歌山庄严神奇的力量所吸引 即使已经过了一千二百年 现在是作为真言密教的根本道场 以修建的寺院之中 庄严的修行依然继续 在墓墓中 一道丰厘的奥远 据说有超过三十万大大小小的坟墓 作为高野山圣地的奥远 大家都深信 在那道弘法大师空海的冥想 至今依然继续不断 在高野山和红野那里 是连继续不断的和歌山的港大朝圣之地 作为己衣山地的灵场和参拜路 都被登陆到世界遗产当中 信仰之城和歌山 在和歌山有你们需求的美丽大自然 这道热情地接受着大家 和大家共存共存 和歌山距离京坡 大阪较近 从关西国际机场坐车 大概四十分钟 这个魅力四四的世界 等着你的光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